好 我們上完了日食之後 我們接著要上的是月食 月食是什麼意思啊 月亮被遮住嘛 月亮會被誰遮住啊 地球 地球 所以月球走進地球的影子中 光線就沒有啊 就黑掉了 就黑掉了 所以叫做所謂的月食 就像這樣 這啥月像 所以月食必在 背 日食必在 朔 月食必在 旺 不可以只會背 還要會探圖 OK 月食必在旺 也一樣啊 隆曆每個月都有一次旺啊 有沒有每個月都有一次月食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剛才那個講法為什麼沒有 因為黃白有個五度的夾角 它要怎樣才會有月食 一樣 說法有兩個 第一個 日地月成一條直線 地球在中間 第二個 月亮落在黃道面上 月像是旺 月像是旺 所以怎樣 月食必在旺 好 那為什麼不是每一次旺都有月食 因為黃白有個五度的夾角 那怎樣才會有月食 日地月成一條直線 日地月成一條直線 地球在中間 或者是月亮落在黃道面上 月像是旺 它就會發生月食 月食一樣有三種 好有三種 好一樣 跟剛才是一樣的 考試的重點就是看圖 請問你月球走到這裡 會發生哪一種月食 請問你想看到這種月食 月亮要走到哪裡 會看圖 那所謂的月全食就是月亮完全遮住 完全沒有光 表示本影還是半影 本影 所以月亮完全走進地球本影中 就完全沒有光 那就叫做所謂的月全食 所以月全食就是 月球全部走進地球的本影當中 這樣叫做月全食 完全沒有光就黑黑的嘛 嘴巴這樣講會黑黑的嘛 但是實際上不黑啊 會看到紅紅的啊 如果你前段時間有看那個新聞 就說年環似雪月啊 看到一個紅紅的月亮啊 你現在看到那個紅紅的月亮呢 是因為折射的關係 紅光地球外那個大氣層 把紅光折射然後穿出去 到了月球表面 所以這樣看起來會紅紅的 所以看到一個紅色的月亮是要選月 像這樣 紅色的月亮 老師問你什麼時間有機會看到一個紅色的月亮 月全食的時候 月全食的時候看到一個紅色 有人說紅棕色 有人說紅色 有人說古銅色 隨便啦 就這個顏色 紅色的月亮 OK 像這樣 紅色的月亮 這個過程有些名詞啊 什麼初虧啦 實際啦 實勝啦 復原 聲光啊 復原啊 這個名詞 我說沒有教就不用管它 那就是有過程的名詞 那你看到它是一個紅色的月亮 所以月全食就是月亮走進地球的本影中 然後呢完全沒有光 但是因為大氣折射的關係 所以月亮會呈現紅棕色 古銅色或者是紅色 就是有關於月全食的部分 OK